来看到我们这个刘欣金老师的核心的价值 你从这样一步一步这样看 我觉得真的是很佩服你 我们一定要把我们自己家乡的刘欣金老师的 这样的一个传世的奏品 跟对我们的风土人情的了解 甚至在发明上还有这么多的创意 通通要透过这一次的展览 都可以知道我们刘欣金老师的所有重点 非常感谢新竹县政府能够为我 举办这一次的我90大寿的发展 县长对我非常的了解 我非常感动 这一次的发展就是漫画 民俗化雕塑发明 把重要的一个代表作 机器人自协机希望大家多多参观